首先先给各位小伙伴们道个歉啊 上期的全怪兽种类里 阿泽遗漏了超能力怪兽这一种类 非常感谢热心小伙伴们的补充 借此今天阿泽和小伙伴们一起唠唠 怪兽家族里最容易被低估的超能力怪兽一族 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吧 超能力怪兽是泰罗奥特曼TV里登场的一类特殊怪兽 他们有着独特的超能力 其战斗力、生命力、攻击力都远超一般的怪兽 甚至能做到持平压倒 当然了他们也是奥特曼作品里最为稀有的怪兽一族 截至目前奥特曼作品里一共只登场了八位超能力怪兽 他们能力不一 每一只都注意让奥特曼头疼不已 泰罗TV第一化登场了首位超能力怪兽 宇宙大怪兽阿斯托罗姆斯 别看他的胸口有朵大红花似乎挺习性的 其实力却一点也不容小缺 他来自于宇宙 以花种子的造型降临地球后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发育成怪兽 就在这时好不容易从艾斯手底下逃走的 最后一只超兽尤多林卡 偏偏要出来作死袭击东京湾 受到刺激的阿斯托罗姆斯 从地底钻出以碾压的实力战胜尤多林卡 直接将其吞噬 直接证明了自己凌驾于超兽的实力 阿斯托罗姆斯除去生命力强悍外 其主要能力是变态的生命力溶解 他能从腹部喷射出腐蚀能力极强的溶解液 能够轻松溶解地球上的一切物品 其成长速度远不是其他怪兽能相比的 即使是受到焚烧等外在因素 也不会影响本体的成长 是不折不扣的成长型怪兽 不过可惜的是 他出现在了泰罗的TV第一化 陆林是要成为新奥的垫脚石 但登场压制吞噬超兽的表现 也足以证明其实力 接着泰罗TV第二化 登场了来自宇宙的液体大怪兽 科斯莫利基德 他的特殊能力是将全体变化成绿色的液体 与水同化后不仅能急速位移对目标发起攻击 也能通过吸收水治愈身体的创伤 凭此他能完全无视人类甚至是奥特曼的攻击 毕竟理论上只要处于水域 他就拥有无限的生命 同时科斯莫利基德的身体能力也堪称一绝 长达数百米的舌头既能作为捕食工具 也能作为攻击武器使用 无论是背后的油还是尖里的爪牙里 都有大量的毒素 一旦命中目标就会施展流血式的debuff 而他的尾巴在胜利里 只要命中目标就会造成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威力 例如上只要他挥几次 某岛国就是全员广岛原子了 但同样 他的弱点也非常明显 在液体状态下 一旦遭遇强大的电击就会显出圆形 或者是在极寒冷被冰封的情况下 他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液化技能 不过根据科斯莫利基德身体液化的特性 即使被杖长了碎片 他的肉身也有可能利用河流重新复活 至于他到底是生是死 也成了奥界未解之谜 而TV第二化 除了科斯莫利基德外 还登场了一位重量级选手 再生怪兽莱布王 他的头部造型就像一只鸭子 按照设定 他是标准的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只知道吃饭与战斗的重量级 脖子边的牛子搭配大肚男 看起来丑不拉击的 但他的超能力 确实让其他怪兽都羡慕不已的 他能无限复活重生 莱布王在地球上人送外号小骤答 无论是莱布王身体受到怎样的伤害 哪怕是被炸成了渣渣 其碎片也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完全组装复活 当然了 宇宙空间外 他的正向能力就会消失 这也是莱布王唯一的短板与不足 在TV第二化 莱布王吞噬了液化体的科斯莫利基德 与东光太郎 在ZAT的帮助下 东光太郎得以从莱布王肚子上的洞里钻出 反杀了科斯莫利基德和莱布王 但没过多久 莱布王就凭借复活能力归来 绕得市民们是鸡犬不宁 即使泰罗与他展开战斗 也被他命中要害 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危机时刻 奥特之母及时赶到 治愈了泰罗后 二人协力才将莱布王运送到宇宙消灭 到了泰罗TV第十化 第四只超能力怪兽 德帕拉斯正式登场 他是怪兽里的一朵奇葩 这位兄弟不吃人不吃肉 唯独对青菜情有独钟 尤其喜爱番茄酱 德帕拉斯是地球上海豹变异的产物 并非是外星的入侵物种 某天他在海底活动时 意外挖通了东京地底的通道 从而进入了城市大肆破坏 德帕拉斯的超能力与莱布王非常相似 他们都有极其强大的再生能力 即使受到强大的杀害 也能在数个小时之内恢复原生 虽然复活后 德帕拉斯的外表无法和原本一样完整 他作为标志性的武器 当属一堆巨大的獠牙 除去基础的斩击近战袜 也可以像导弹一样 用于远程攻击的武器使用 其锋利程度丝毫不逊思于任何武器装备 在和泰罗交手时 他獠牙一击就惯穿了泰罗的肉体 最后在泰罗意志的加持下 德帕拉斯被斯特利姆光线炸得粉碎 失去复活能力的他 仅仅只剩下了两根獠牙 由于是地球本体的生物 且其本身没有恶意 泰罗在战斗结束后 将他的獠牙组合成了十字 用于对他的纪念 泰罗TVD23话登场的海市蜃楼怪兽 劳德拉 是超能力怪兽逐渐开始变态的起点 虽然他的颜值与其他超能力怪兽一样抽象 但其表现技能却强化了不止一个档次 首先是绝对强化的防御与重生能力 劳德拉的肉身能够硬吃导弹和镭射线的轰炸 即使受到致命伤害也不会死亡 在TV里 劳德拉和泰罗战斗的时候 即使头和双手被砍断也不会死亡 而是凭借异智操控四肢 与泰罗展开激烈的交锋 在双臂高压电的加持下 打得泰罗节节败退 劳德拉双手发射的白色破坏光线 看着朴素 实则有着压制泰罗斯特利姆光线的必杀 主打离谱两个字 而他最恶心的技能 还是从自己的鼻子里喷射出来的溶解液 虽然不能溶解非金属物质的物体 但其伤害仍然是不容小觑 泰罗在使用厌室飞梯踢断他的鼻子后 占据才得到反转 最后为了防止劳德拉复活 泰罗施展了泰罗龙卷风 将其肉身彻底粉碎 持续重生能力 才得以将其击败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 堪称超能怪兽里的王者 宇宙大怪兽 破了额子莫鲁罗亚 他本来与地球毫无恩怨 与族人生活在距离地球 两亿公里外的莫鲁罗亚星球上 别名宇宙鹅兽 某天欧洲某个国家 为了实验末日级别武器 拖龙弹的威力 将莫鲁罗亚星选择了实验对象 至一发导弹过去 莫鲁罗亚星瞬间被移为平地 莫鲁罗亚虽然侥幸存活 却在拖龙弹的影响下产生变异 为了给星球报仇 莫鲁罗亚不顾一切的袭击地球 虽然没有超能力怪兽常见的重生的能力 但莫鲁罗亚的其他属性相当夸张 其速度来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水平 同时他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 操控与自己共生的斯佩斯莫斯 使其对目标发起进攻 同时也可以从口中吐出带有剧毒的溶解液 威力披及其他超能怪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去融化钢铁建筑的机舱外 就连奥特曼的皮肤也无法承受 在TV里泰罗被莫鲁罗亚的毒液命中后 直接被一套连招打得当场去世 而莫鲁罗亚最具代表线的技能 也是从体内释放出有毒的原子雾霾 在短短的一瞬间就遮盖了整个地球 使其陷入永恒的黑暗 怎么样 这个技能是不是有点眼熟 小伙伴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加坦劫恶的技能是不是参考借鉴了莫鲁罗亚 最后泰罗仅凭自己完全无法战胜莫鲁罗亚 迫不得已的他带领大伙一起前往了神秘的光之国 在奥特六兄弟的协力帮助下 他们取出了奥特一族的祖传神技奥特之中 在终身的架势下原子雾霾才逐渐驱散 补满能量的泰罗才得以战胜莫鲁罗亚 而接下来登场的百族怪兽莫卡弹达 则是一位长相奇葩的重量级 它是长眠于八幻山传说中的怪兽 从外边就不难判断 莫卡弹的原型就是一只巨大的蜈蚣 因为庙会的时候 人们扮演连环话剧 无意中将它唤醒 除去标配的毒死和喷火技能外 莫卡弹达虽然没有复活重生的能力 但却有着怪界独特的头身分离的绝活 它能把自己的头和身体一分为二分开战斗 TV里为了对应ZET的掉脖子作战 莫卡弹达虽折以求生 深深切开了自己的头和躯起 使其成为了两个对立的个体 与泰罗战斗时 即使头被泰罗的厌世飞踢破坏 还是能凭借毅力展开战斗 一度把泰罗逼至绝境 关键时刻泰罗抓住机会 破坏了莫卡弹达头顶的触角 断绝了他操纵身体的可能 并将其捐走 于是莫卡弹达的身体失去了头部 而变得不知所措 最终头部与躯体被泰罗逐个击破 最后一只登场的超能力怪兽 是在泰罗TV第51话登场的 不死生怪兽林顿 这位就更是重量级了 别看他长相频频 像个路边小怪 林顿可是怪界为数不多 逼奥特之父出手的存在 试问整个奥特曼作品里 有几个怪兽能达到这个成就呢 林顿本身来自于宇宙的怪兽 在地球沉睡了数千万年后 才再次觉醒 他背后的肿瘤 蕴含着多达40亿的复原再生细胞 其生命里来到了一个 海人听闻的水平 搭配四倍于普通怪兽的心脏 林顿的身体非常具有弹性 欲刚则强 泰罗的提出攻击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 而林顿的力量属性 也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水平 正常情况下 怪兽能把奥特曼掀翻在地上 已经是力量属性突出的代表了 可像林顿这样 直接把泰罗扔到几百米高空的 昭和时期仅此一例 虽然泰罗凭借手掌刀刃将其斩首 但林顿凭借再生能力归来后 以男员的母亲和未婚妻作为人质 使ZET众人根本无从下手 关键时刻 奥特之父及时赶到地球 凭借奥特领雨 破坏了林顿身体的再生细胞 最终将其消灭 总结下来 超能力怪兽的肉体 攻击防御速度等等 主要属性都非常突出 原超一般的怪兽 它们大多具有尖锐的近身骨刺棱角 想要通过近身肉搏 对它们造成伤害非常之难 且超能力怪兽大多具备极强的毒素 无论是作为主动释放 还是攻击附魔都能造成可观的伤害 同时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生命力与重生能力 要么肉的一批 要么就和小强一样 除非彻底粉碎它们的细胞 否则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如果从整体实力来看 它是完全持平超兽的 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有着超兽之上的实力 以上就是超能力怪兽的实力剖析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 超能力怪兽的实力如何呢 它们能否与其他种族的怪兽抗疼呢 欢迎在频率区里交流讨论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个人看法 并不具备权威性小伙伴们切无认真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